都是可以吃到的 而且许多人的工作是需要一整天都做着的 因为不运动 大部分人都有啤酒度了 但是也有极少数比较自律的人 他们每天都健身 有的都练出了八块腹肌 但是你们知道吗 一个男子能够拥有几块腹肌 其实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这个说法你们认可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一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当他看到有人练出六块腹肌了 就自己也想要去健身 一定要练出来六块腹肌 其实想要练腹肌 必须得肚子上有肉 这样在练腹肌的时候 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如果是很瘦的人 是很难练出来腹肌的 这个朋友还是比较有毅力的 经过大半点的健身 他真的练出来了六块腹肌 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发现 既然有人拥有了十块腹肌 这个朋友喜欢追求完美 就也要练出来十块腹肌 可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他才练出来八块腹肌 这其实就是基因决定的 要知道能够练出来几块腹肌 是由体内的健化决定的 有几块健化才能练出来几块腹肌 你们喜欢有腹肌的小哥哥 还是喜欢有啤酒菇的小哥呢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欓 我看你 我看你